今天要教大家来摘种 酪梨的种子盆栽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材料 种子 看一下这酪梨的种子真是大宝宝 选择要饱满匀称又结实的才是好种子 像这种摸起来有点软软的或是头软软的 有点变成咖啡色的都是不良的种子 所以我们就淘汰不要它 另外因为酪梨的表面很容易受伤 但是刚取出的酪梨种子会有一些粘液 你要清洗干净 这个时候你不可以用力的搓洗 你一定要使用这个小牙刷 在水中轻轻的刷干净它的表面 以及沟槽的这些粘液 这样在摘种的时候就不会引来苍蝇蚊子 另外我们还要准备这些麦饭食 小科的麦饭食要像洗米一样 在水里面用清水清洗个两三次 直到水变得清澈 没有混浊才可以使用 另外就是像这个椰仙土 我用的是没有肥料的土 如果有肥料的话 我们在室内的种子盆栽 就会吸引像果蝇小文瑞之类的 看起来好像会比较不卫生 所以一定要记得使用没有肥料的椰仙土 另外种子盆栽它栽种在室内 在一年当中都不需要施肥 那它是怎么生长的呢 你看像这个酪梨的种子 这么大颗就知道它有满满的营养 种子盆栽它在生长的时候 用的就是它本身的营养 另外呢 酪梨的种子比起其他的种子盆栽 算是比较难发芽的 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使用我们这种厨房的保鲜膜 把它罩起来 一来呢可以保温又可以保湿 也会加快它的发芽哦 另外呢就是容器 酪梨呢可以一个盆栽种一颗 如果像我一样收集的够多的话 就可以选用大一点的波来栽种 其实一颗也是蛮可爱的 好等一下我们来教大家 怎么种酪梨的种子盆栽哦 很多人呢去菜市场 买回营梨的时候 会发现都是绿色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还不能吃的 要放在室温下直到外皮 像这样子变黑 然后摸起来 有点软软的时候才可以食用 这个时候呢也是取出种子的最佳时机哦 用刀轻轻地化开外皮 不要切得太深 这样就不会伤到酪梨的种子 这样就可以把它剥开来 先取出里面这一颗种子 酪梨的种子呢一旦像这样子 裹肉跟种子分离 就不能再储存放到干燥 一定要马上栽种 先将外面这一层膜脱掉 摸起来种子滑滑黏黏的 这时候我们就要清洗它 种子很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要使用牙刷轻轻地 记得沟槽这边容易残留 要特别清洁 怎么种呢我们就取一个小碟子 再加上大颗的麦饭徐 填满之后呢加满水 酪梨的种子有分上下 像这个比较尖端像个桃子形 这个是上面 底下呢这里就是长根的地方 所以这个长根的地方呢它一定要泡到水 绝对不可以干掉 干掉的话就会不发芽 像这样子让它泡在水里 很多颗种子呢我们就用一些土来种 酪梨因我们是漏在表面 我们并没有要埋到土里 所以我们土要弄皮 不要高高低低的 种子因为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栽种的时候大概就是保持一个种子之间的距离 不要靠得太近 因为叶子长起来的时候就会变得很紧 然后接下来这个裸露的部分呢 我们就用一些小颗的麦饭徐把它盖起来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美观 然后接着呢 由内而外来回三次 浇到看到水是不要紧的 然后呢因为我们说过酪梨的种子 发芽比较缓慢 可能要两到四个星期 甚至更久哦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没希望它可以快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照一下保鲜膜 这样子可以提高它的温度 但是不要封死 就是这样把它盖住 四周四周还是会松松的留一点空隙 接下来呢大概每隔两天 如果你发现呢 这个石头的表面有点泛白 就是表示它干燥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水 好 酪梨盆栽就这样完成咯 敬请耐心等待